来看一看车市火爆的真相 年初嘎大车企公布的销量目标 让人很震惊也很兴奋 火产品牌的目标加起来超过2000万台 最近有平台统计了车企一季度的目标进度 让人大跌眼镜 前12家车企的数据就在右边 这让人很意外的点 第一吉利完成率24% 有比亚迪的17% 而且吉利是唯一一家符合目标进度的 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第二 比亚迪的目标是360万 这不是网传的400万 尽管可能也实现不了 但理智一点也很好 第三 未来理想的完成进度都是14% 价格高是最主要的问题 尽管我们的人口基础大 但耐不住没钱的人占大多数 想尝鲜的早就买了 动辄几十万的电车 哪里就能卖到年销量几百万台呢 第四 安安掉队 达成率10.6% 今年安安还是顶流 那是因为网约车热销 今年卖不动了 是因为网约车饱和了 安安的问题很简单 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网约车卖的好 就天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了 总结一下 车起今年的目标 实现起来很难 至于办法 一是继续降价出销抢客户 二是寄希望于国山车报废更新 相信车是一定会很火爆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